素先是素育区人民法院对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的12名被告进行了集中的宣判 这12个人真是干什么的都有 有工人 有业务员 有城管队员 甚至还有一名居委会的副主任 今年6月 素育警方接到举报 一个名为丐帮情色论坛的网站涉嫌传播淫秽图片视频 警方侦查发现这个色情网站的组织架构与武侠小说中的丐帮完全一样 网站由丐帮原创分舵 丐帮影视分舵等9大板块组成 每个板块又有若干子板块 管理员由高到低分为帮主 长老 舵主等 职务越高 权力越大 时任严城涉阳县某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的王某 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担当起了舵主的重任 在进去之后 就是人家的武人员 他发的是要个群信 群发信息 他给我用于走国内的 我后来说就忘了 这有什么好处的事 我忘了 没什么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随便看那么利用 比起普通会员 舵主可以在网站里随意浏览 王某马上答应了对方当起了舵主 有权力就会有义务 身为舵主在任意浏览网站内容的同时 还要对网站进行管理 就是帮助了看看帖子吧 人家发的帖子好不好 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什么样叫符合要求 什么样不符合要求呢 就是 就是土壁打得开的 他有小说的复规定的要求 他有规定的 经过调查取证 包括王某在内的12名舵主 相继被警方抓获 近日 肃育区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审理了此案 法庭审理查明 12名被告人在今年1月至6月间 分别注册成为 丐帮情色论坛的会员 并分别接受网站招募 担任论坛下设的 丐帮美图分舵 丐帮原创分舵 分舵VIP 丐帮事务分舵舵主 对网站会员发布的 淫秽影视图片小说进行管理 在担任舵主期间 12名舵主发布的淫秽图片 分别在3374张到13147张不等 淫秽视频在256部到549部不等 刚开始就是作为这个普通的会员 在这个 就是这个 该帮情色论坛里边浏览 他们当时是 不会构成这个犯罪的 但是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权限 去浏览这个网站中 更多的淫秽内容 就会通过这个 在这个论坛中发帖 供别的会员浏览这种方式 来这个赚取这个网站的积分 然后来提高自己的权限 然后提高 就让自己可以在这个论坛中 浏览更多的这个淫秽内容 那么他就 后来的行为就出还了这个刑法 就构成犯罪了 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某等12人的行为 已经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 分别被判处两个月15天 至八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